欢迎进入蘑菇街世界青年说 世界青年说无国界青年会谈 各位好 我是艺势长你好 大家好 我是小敏 各位好 我是彭宇 蘑菇街我的买手机 本栏目由女性社交电商蘑菇街 独家冠名播出 新纯净 形至美 本栏目由医保特约播出 灵动防晒 自由自在 本栏目由温币全 透轻盈防晒乳特约播出 在观看节目的同时呢 你也可以拿出你的手机 打开微信 摇一摇 来摇电视 摇动手机 来参与精彩的在线互动 人类已经在地球繁衍生息了数百万年 地球上面既孕育了生命 同时也孕育了文明 来自世界上不同国家 不同地区 不同肤色 不同文化 不同信仰的人 他们现在善于思考 爱好和平 都主张用对话的方式 来协商和解决问题 是的 那大家即将看到的这场讨论 是为了维护世界青年们的 和平和安全 交流千百年来 世界的文化和发展 由各国青年 作为代表商讨一案 并且热烈讨论的节目 即将在我们这个节目登场的 可以说是史上最强大的 国际青年团 他们来自世界上 不同的国家和地方 这个组织的名字叫做 TK11 关键11人 下面 他们即将出现在 我们的11位上面 究竟谁会作为 第一位世界青年竞场呢 来 各位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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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帅哦 上次是来自 我是来自加拿大 加拿大的多伦多这个城市 多伦多是加拿大最大的城市 枫叶之国多伦多 对 而且我觉得加拿大最大的特点 是我们的生活质量特别的高 西方有一个很著名的杂志 叫The Economist 然后他们最近发布了一个 关于城市生活质量的一个排行榜 世界上排第一名的城市是多伦多 对 所以是加拿大平均的 什么生活质量特别的高 特别的高 好了 再次欢迎我们的加拿大 谢谢 请坐 我觉得他真的是 就是很多女生当中那种 白马王子的形象 就是又高然后又帅 我个人觉得这个节目 可能不是很适合我 有点危险是吧 我来做这个节目都还算了 你站到我的旁边对比就更明显 好了好了你们不要啰嗦了 下一位我相信 一定可以让我们两个找回自信 我们有请他出场好不好 大卫欢迎你来自俄罗斯的小伙子 欢迎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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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后台 他被称为最帅学生会主席 哪个学校 是北京语言大学 我现在在北京语言大学读汉语言文学专业 因为我当时被当选了我们学校学生会副主席 然后主席团就拍了我的证件照 我没有想到这张照片一夜之间被转发几十万次 那一定迷死了很多小姑娘 对啊 所以你看那个时候那边的加拿大的那位朋友 已经投过了像锥子一样的目光 我觉得他们俩是不同的型 不同型 他有点小鲜肉的型 然后他是那种标准帅哥型 再次欢迎大卫来到我们的现场 谢谢 谢谢 第二位请客 来 请入座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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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脖子好扎 扎吗 哎呀我跟你讲 就是他脖子再长一点的话 我的脸应该会扎到他脸的上面 有吗 我们看看是来自 哦 意大利 没错 好的 那罗美尔知道你来自意大利吗 你们国家有什么特点呢 给我们介绍一下 特点太多了 有可能一些比较好玩的东西是 我们不停地用手 或是身体来说吧 肩膀 对 来吃饭一下吗 好 你试一下 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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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吗 什么意思 他问的就是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就是什么意思 对 什么意思 你明明已经不能靠脸了 居然还不能靠才华 这件事 所以换句话就是 罗密欧来我们节目的话 其实是可以不带麦的 为什么 为什么 首饰就可以了呀 对对对 两个节目中 牙齐 而且他真的是很活泼 说每句话的时候都在动手 因为意大利人非常热情 OK 好 接下来的时间 麻烦你听到你的作文 好 谢谢 欢迎 欢迎入席 欢迎 大龙 大龙 好可爱 走这么久 小明姐姐好 好 跟我交 杜鱼哥好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普雅来自伊朗 其实我应该给你们解释 我们为什么不会跟女生握手 为什么 因为伊朗的好多文化和习俗 它是包含我们宗教 伊斯兰教的这种传统思想 对 按照我们的礼 如果我们和女生之间 没有一等血缘关系 那我是不能跟姐姐握手 更不能亲姐姐的脸 哦 不要今年多大 我是1997年出生的 目前的年龄还没等18 97年 我天哪 整整比我小了三岁 你这可以说的吧 你好 对 你们别看我年纪小 我可是我们栽埃上的 好多个个的学长 为什么 因为我从小到大 我这个腿比较长 在我上上跳剂 就从小学到高中 一直在跳 然后12岁我带着我 父母带着我 来到中国 我们一起当了本科的同班同学 所以你跟你父母是同学 是本科的同学 好尴尬 好尴尬 其实蛮尴尬的 因为我想去住一个女孩 但是我不在我旁边 而且我母亲是我们全班的班长 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可能性 干什么都太不方便了 但是我目前是硕士商 然后再过一段时间打算考博士 很有追求 对 好的 好 让我们再次欢迎普洋 好 谢谢 谢谢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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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喜欢泰国朋友了 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泰国朋友很大方 每次都说刷我的卡 哈哈 我就是我的卡 刷我的卡 不是我的卡 好 我叫韩冰 嗯 韩庚的韩 不是 韩冰冰冰冰 哈哈 现在我在南京大学 国际关系赌博士的 那应该是我们在场的学历最高的一位了 应该是 但是你别以为我天天赌书呢 不是 我有很多爱好 比如说养活养鸟 什么爱好啊 对 然后还看电视剧 最喜欢的是《真魂传》 你看得懂《真魂传》吗 当然本宫可以听得懂的 真的假的 其实可以非常简单地解释的 那你告诉我们 我用英文解释呢 对 早安 女士和先生 今天我们要谈谈《真魂传》 或者《真魂传》的《真魂传》 而且我们也可以称它 《真魂传》的《真魂传》 故事很简单 首先 《真魂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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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是这样的 真的是 你们这样干嘛 你们听不懂英语吗 我觉得我听不懂英语吗 这是英语吗 你们太语吗 詹姆斯你听懂了吗 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四十 OK 他说了什么 什么地方有一个黄套 然后他曾做什么事情 差不多 百分之四 所以为啥是这样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泰国呢 也是非常 是个活效国家 所以也很有特点 对不对 那边人也能歌善舞 谁会唱歌吗 你会跳舞吗 舞会跳 那你跟我们跳一下好不好 就是泰国传统舞蹈的 传统舞蹈 传统舞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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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哎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的 我跟你讲他扭过你了 不可能扭过你了 音乐 哇 哇 哇 他的表情更到位 哎 等一下等一下 好哥好哥 等一下我我现在明白 我们为什么请韩冰了 一定不是因为他学历高 是什么 是为了给我们两个人信心 哈哈哈哈 我跟你讲 你其实把眼镜一摘啊 你真的很沙瓦迪卡 哇 一模一样 来 中了 等一下 我们是 这很严肃的一个节目好不好 来 韩冰请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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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瓦迪卡 阿宝迪卡 哈喽 哈喽 你好 小燕 来 我们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来自哥斯大利家的穆雷 给大家介绍一下 很有风情的一个国家 很有风情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 哥斯大利家是我们一个很热爱足球的一个国家 对对对对对 我们为了看球赛 我们这什么都不干 这什么都不做 就是为了看这个球赛 嗯 好像去年世界杯的时候 哥斯大利家的成熟最少好 能这个八强 对对好 能不能 不要跟中国人聊足球这点 哈哈哈哈 聊点别的 所以你的职业是 我的职业是足球教练 还是 哈哈哈 还是 小学年纪的老师 我觉得穆蕾是一个很个性的人 你看他这个头发上面有一有一朵白是专门染的吗 嗯 染的 没有啊 天生的 哦 这东西就是我一出生已经有的 啊 你不觉得很特别吗 天生的吗 你看一下 其实我跟你说 我这里也有一块白 你也是天生的 哥斯达利加在什么地方啊 其实很多朋友在地球遗上可能还很难找 你来告诉一下我们 哥斯达利加 在这里就爱着巴拿马还有尼加拉瓜 而且我知道哥斯达利加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军队的国家 而且他们那是非常完整的生态系统 欢迎 欢迎 连维连维走 没有白人小伙 大家好 澳大利亚 哈喽 又来了 又来了 亲子漂亮 来 没事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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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开心看到别人带老婆过录节目 哈哈哈哈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好 安隆来介绍一下你 我是运动匡 因为我就是喜欢运动 像体操啊 举重啊 然后呢 功夫 功夫 你都会吗 都会的 对冲了 然后我举重的时候就是比较专业性的 是英联邦代表 英联邦 差一点第三名 第四名了 也不错了 但是国家 就英联邦里面的第三名 差点拿到同台 对 但是我其实是做律师来的 律师 对 对 你看到他背后有带双结枕来 带棍子来 对 对 你一定是中国人一般玩的那个 你也会吗 对 我觉得就是来到了中国之后 我觉得不只是中国的功夫好玩 但是我觉得就是很管用的 那你来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双结枕 好 好 功夫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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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了 厉害了 让我们再次欢迎来自澳大利亚的安隆 请入席 哈喽 哈利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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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手劲好大 手劲好大 手劲好大 手劲大小小小是尊重的 布莱尔介绍一下自己 你们好 我是布莱尔 我是个一抹银 现在在一个 啥玩意儿 你明明是个东北银 我是之前来到中国的时候 是在大连待过一段时间 所以现在这个讲话是一口海利沙味 这个呢 大连的一些图语我也学到了 就 你虎啊 就黄语你太叹了 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 吃啥了 你啥意思 你啥意思 不然你穿西装在里面穿了个棉袄 太好了 太好了 我是一个健身控 有时候 一周之内 我去大概五到六次 有时间的话 有时候一天去两次 你什么工作 可以让你每天有这么多的时间 我现在是在一个国际公司做适量分析 但是呢 我的健身房就在我公司楼下 童语 你跟他来比一下手腕 看你们俩差别 我刚好跟他比 我不要跟他比 我帮一下手腕 他比不了 阿龙 阿龙 我先热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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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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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爱你 死不了 好 三 二 一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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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鸿语你肯定你还能强 我帮你 各位 不可能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阿龙 你上 阿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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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联邦 举重 阿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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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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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已经能够感觉到一股 融融的力量 加油 三二一 开球 一二 一二 二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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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五 八 十 十 好 好 好 很棒 真的很棒 真的很棒 这是什么东西 是我的吗 真的 真的 厉害 好 来英国大律师布莱尔入座 谢谢 谢谢你们 欢迎来 你好 你好 德国 你好德国对是我 你好 你好 小伙两名叫 哇 没关系 我觉得前面的确是有些介意 但是现在已经习惯了 你是做什么职业的 我嘛 我还在上大学 但是我还要做模特 对 就觉得他这个身材 走路的感觉都不一样 这个身材不做模特都浪费了 走两次 要跟我们一起走吗 不需要 可以男女老婆 我已经习惯了 没事 我已经习惯了 好客气 好客气 谁让狗狗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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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个包 谁让狗狗伸出 谁让狗狗伸出 我觉得我太爱了 谁让狗狗伸出 狗狗伸出 谁让狗狗伸出 你不错 我觉得我太爱了 狗狗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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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兄弟 我劝你一句好不好 你应该作为这个节目主持人 你要大方一点 大气一点 说得好 说得好 大气一点 来 我们再次欢迎吴一下 谢谢你 我 你 你 那个男人 怎么还唱呢 这不是陈元皇后的歌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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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情感到 我遇到 不能找你了 唱歌很棒 挺好的 太好了 可以 你好 唱歌真的好好听 来韩东秀你唱歌那么好 是有专门学音乐吗 首先我自我介绍之前 我在我的国家带来了一个见面礼 我回送你们吗 韩国 太好了 对我讲 你看你们到处学一学 你看 亚洲人都有礼貌 当然 这是我们国家最受欢迎的特产 是面膜 哦 去到韩国必须要去买面膜 对啊 而且你知道吧 就是韩国的面膜各种各样 我之前呢 就是有买面膜的时候呢 经常因为最近胖了 脸大 贴到这儿就没有了 但是我去了韩国以后买了个鸟书面膜 下面有个广告语 我特别喜欢 鸟书面膜 脸大者的福音 好开心哦 对 各种各样 来 先上次你登秀 我是来自韩国的吴爸 吴爸 也同时在北京大学读书 在北京大学有个清唱团 星宋里面 南高音前任部长 轻唱团唱 轻唱团唱 阿卡贝拉 对阿卡贝拉 阿卡贝拉 好难哦 OK 让我们再次掌声欢迎 来自韩国的 有情帅哥欧巴 韩东秀 欢迎 谢谢谢谢你的礼物 谢谢你的面膜 谢谢 来 让我们掌声欢迎一下 TK十一 有请 关键十一人的最后一位登场 这是我们美国年轻人的一种打交舞方式 肯定是遇到女孩子不会这么做 还有长辈什么的就不 哈哈哈哈哈哈 没事 我送你了面膜 老人 他都送你 老人 我哪个地方长得像个长辈啊 哪儿都好的 讲得有历史 全是你的 我 大家好 我是来自美国坑塔基州的孟天 大家可能对我老家不是很熟 但是你们绝对吃过我爷爷做的饭 因为美国坑塔基州就是肯德基的故乡 哇 我们知道吗 孟天特别有来头 什么 他比他们所有人都是就是更上过一个更大的节目 就是每一年中国的所有明星都想去的一个节目 我知道什么了 什么 315晚会 哈哈哈哈 春晚了 我们的孟天上过春晚了 是上过春晚了 就是我当时导演自己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真的不相信 今年的春晚了 没有是13年 12年我本命年的春晚 啊 是让你在笑面干嘛 是让我参与最后一首歌《难忘经销》 这首歌曲 跟李谷叶老师一起唱 然后就是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选这首歌 然后到了北京之后是提前两个星期 开始参加这个彩排 那就每天彩排是五个小时的时间 都是为了这一段歌词 《青山在人为老》 那你唱一下好不好 现在唱 但没掌声 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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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山在人为老》 《人为老》 过去了 完了 啊 就这么多了 高潮呢 就这么多了 《青山在人为老》 《人为老》 可以 就是这一句是吧 就没有高潮 换句话说 我在看电视的时候 我可能一包面膜掉地下捡起来 就不掉了 是吗 唱自己拿手的 不要输给韩东秀 现在啊 对 去拿手 美国歌曲 美国小伙的歌曲 可以 来点掌声行吗 OK 对 今天在我们这里 不仅仅只给你五秒钟的展示 好吧 10秒 好 好 大人 这么试试啊 A B C D 去 去 不到10秒 肯定的上下鸡块去 欢迎 这个是合理 不是 好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再次用热热的掌声 欢迎 TK11 关键11人 请你转招招招 好 好 下面我们将会就世界青年关心的话题 来进行这一轮的讨论 来 OK 现在呢 十一位世界青年已经到齐了 大家今天聚集在这个地方呢 是为了共同探讨一些 青年人的一些困惑 是 关心的话题 听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 当然了今天不仅仅是我们在这里讨论 同时我们还需要欢迎一位中国青年 他是首位获得了国际杰出青年奖的华人青年 哇 新年化的 而且他还是一位职业赛车手 成功的企业家 最重要的是 他是万千粉丝新闻当中永远不老的男神 有请中国代表进场 seventh and quid 都是 是 这只女分我们的 ्アング 现在我们的 好像现在 姑娘 说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小制 我正想问一下现场 大家有多少人是认识林志颖的 我们举个手 不会吧 认识 当然认识 那个 老致因为他们是来自世界不同的国家 所以呢 对你不是那么的了解 所以需要你先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好的 那我叫做林志颖 然后呢今年17岁 啊 不 没有了 没有 心态 心态一直停留在17岁 对 我的意思是这样子 一直停留在17岁 因为呢 呃 我从17岁就出道到现在 那一直抱持着这种 呃 喜欢挑战 然后一直一个赤子之心 不断的想要超越自己 现在又有了自己的儿子 变成KIMI的芭比 对 那这就是我 我是小智哥的老粉丝了 有 你是从 我是从韩国来的 韩国 你好 谢谢 如果就是小智哥允许我的话 我可以献给你一首你的代表曲 17岁的遇迹 哇 哇 谢谢谢谢谢谢 好 十七岁那年的遇迹 回几头年的点遍地 却发现成长意义 慢慢接近 哇 哇 这个音乐想起来以后 就是满满都是回忆 还有好多的 真的 他们是想 哦哎呀哦哎呀 他们说人生就是一城西 也句话呀 也句话 哪儿才是你 怎么记忆那歌有贵的啊 你暴动的年龄 我其实是听这样的歌长大的 老包 老包 对吧 老包 你会当小鸣鸣吗 所以 所以今天林志颖同学 带来的给我们世界青年的提案 是什么呢 我自从有了Kimi以后 我非常的注重她的一个礼仪的部分 所以我想问的是 坚持父子之间一定要说谢谢的我 这是正常还是不正常 认为不正常的 请亮灯 大卫在俄罗斯不会吗 孔子云听其言耳观其行 听其言耳观其行 好 好 孩子的教育不一定是要教他一定用言论说明他对父亲的尊重 而是我觉得最关键的应该教育他用行为证明自己的感恩之心 我刚才听到你说孔子说是吗 但是我叫孟子说 哈哈哈 首先是 如果你要平天下 首先你要治国 治国之前你要什么 习戒 习戒之前就修身 就是你要做小事的好 你才能做大事 我问你一下 如果连你父母你也不知道怎么感谢 你认为陌生了你会感谢吗 不要偷换概念 我们并不说我们不要感谢自己的父母 而是说不要抢制心的 让孩子感谢自己的父母 我说抢制 我们的儿子对吧 有了英国我们才有了非常优秀的美国 你看他们愿意习儿子 跟他们就要谢谢我 是吧 哈哈哈 谢谢你们 但是我们美国有个叫的golden rule 就黄金规定嘛 就说我对待别人的感觉 就希望我 别人对待我的感觉是一样的 所以不管是你家人 你的老婆 谁啊 外面的人 你肯定要说谢谢 这是一种尊重 我觉得很简单的事情 太棒了给你点赞 给你点赞 不是 我可以借一个美国的著名的作者 我的家叫William Alfred Ward 啊 没说完啊 哈哈哈 你长啥呀 哈哈哈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啊 就是说 心存感激而不表达 等于包好了一份礼物 却不给出去 人与人的关系 要先从人的角度来看 我的意思是 你先是人 或是爸爸 或是意大利人 或是老师 或先生员 嗯 当一个人 为我做一点事情 我必须说谢谢 哇 说得太好了 好 等一下 说得太好了 而且我觉得现在大家都说 爱要勇敢的 大部分的表达出来 不能因为自己是 可能亲近的家人 或是父母 我就不用去说感谢 或者说爱 嗯哼 那其实呢 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啊 这个父亲这个父字啊 其实它是有趣的 哦 在说文解字里面 父是什么呢 局也 规矩的局 就是家里面规则的一个制定者 嗯 所以呢实际上在中国的文化 尤其是在东方的文化里面 父亲是这个家里面 一个其实比较威严的一个形象 嗯 但是呢不知道在世界各国啊 这个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对 先问一下小赤哥和Kimmie的感情 就是你们家的地位 相处方式啊 对对对 我也算是一个严格的父亲 严格啊 所以严格 他会怕你吗 他会怕我 对因为 你的样子很难凶起来 对对对 我很难想象你是凶什么样子的 Kimmie你会怎么教育他 他不听话 他不听话 等一下 你现场 哈哈哈 来 比如说 Kimmie不要这样子咯 你不要我这样 不要好玩 Kimmie不要这样子 两次咯 嗯 再来 Kimmie 哦 我好变脸咯 来来来 我们作者 我们伐作 那我要作多久 再加五分钟 可是把鼻子 再加五分钟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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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所以讓他不說話 對 我們一起坐著不說話 對小朋友來講 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剛剛他凶我的時候 我真的就快哭了 你好威嚴喔 其實我覺得在中國的家庭 大部分的爸爸承擔的這個角色 都是比較威嚴的 所以你跟他有距離感 比方說你有很多的心裡話 你是不敢跟爸爸講的 你可能會跟朋友講 但是我相信在別的國家是不一樣的 比方說在美國啊 我爸是心想嚇的 他是那種不怪 在美國不能打的 我現在戴這個耳釘 我以前這邊有個小智 然後有一次我爸 然後走不起來 他拿個濕的毛巾 夢天 我摸我耳朵都是喜歡 啊 我智美了 但是夢天 真的還是會打 夢天一個八唱拍不響 有可能你也做錯了 聽說不是說美國 現在這種小孩是 基本上不會打 但是我是南方的 我們還是比較傳統的 他比較 我爸是一個脾氣比較好的人 但是生氣的時候 等一下等一下 是這樣的 他對你脾氣好 是因為你太壯了 不是不是不是 是之前不是 他是脾氣很好的一個人 但是他生氣的時候 爸爸來過來幫忙手腕 哈哈哈 他生氣的時候真的是爆炸 爆炸 爆 就那種 就那種 就跟剛剛這樣 就那樣 但是福亞球應該更嚴吧 福亞 在伊朗的家庭當中 父親的地位是最高的 所有的家庭成員 尤其是孩子 應該是特別的尊重父親 如果父親下班之後回家 所有的家庭成員都應該站起來 一個個跟父親打招呼 握手 親臉 哇塞 來彭宇演一下 父親回來了 父親今天回家給大家帶了禮物 帶了面膜 帶了面膜 回來了 爸 啊 回來了 乖 好 然後我作為孩子 應該盡快地去拿我父親的包 啊 對 謝謝爸爸 然後我母親應該拿你的外套 我母親不能拿我的外套 我母親不能拿我的外套 母親上 哈哈 又來了 王公你回來了 對 也可以脫 然後父親親臉 親臉 親臉 來來來 貼心 走開 走開 不重要了 然後呢 然後這時候應該父親盡快地去洗手 然後趕緊地去吃飯 哇好複雜啊 不好意思 其實如果我們說關於父母的話 泰國父母就是一個大廚 讓小鳥住 但是照顧 但是不控制 不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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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泰國相反 母親是最重要 其實就是這樣 因為泰國傳統 以前 丈夫每年要等兵六個月 所以基本上不是在家 管家就是母親 所以母親是最重要 如果在泰國的家庭呢 所有的任務 關於孩子 爸爸不敢出口 經常說 等你媽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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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發現地位最高的兩個國家 一個是伊朗的爸爸和泰國的娘 其實剛剛我們說的都是比較傳統的 我想問有沒有就是 跟父親關係 像哥們一樣的那種關係呢 對 其實我跟我爸爸的關係是 比較像朋友一樣的那種 然後有時候 叫他 就像那個 嘿妹 然後有時候 嘿妹 嘿妹 還有就是說 因為我們的關係就是 我們喜歡鬥嘴的 也愛瘦子 怎麼樣 我是愛大胖子 你是不是越胖 就這樣 你居然會被打 沒有 因為我們是互相了解 其實加拿大和澳大利亞 我覺得有點類似 因為我的關係 我的父親很像一個朋友一樣 我會直接叫他 D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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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見 但是如果有其他的人在的話 我肯定不會叫他Dude 如果只有我們倆的話 我會叫他Dude Dude 從幾歲的時候 幾歲的時候 應該到大概十九或者二十歲之後 我是一個常人 對 就已經懂事了 之後 你看一個七歲的小孩 就跟爸爸說 Dude Dude 問一下 因為我們平時覺得 好像國外是直呼父親 或者母親的名字 好像應該是他電影裡面會比較多一點 電影裡面 所以電影裡面並不是那個樣子 對不對 說到叫爸爸的名字這個事情 我覺得很少會有這個情況 唯一叫爸爸的名字的情況是 他不理我的時候 D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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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才會叫他的名字 但他也不會生氣吧 他不會 可是在泰國比較特別的 我們不單叫名字 還要叫爸爸 同時就叫 叫名字 我母親叫Dude 我父親叫Dang 我不能說Dang還是Doy Dang Dang爸爸 Doy媽媽 D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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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巧 我發現我小的時候 叫我的父親跟各位都不太一樣 因為可能這跟我們的家庭身份有關係吧 我一般叫黃阿瑪 哈哈哈哈哈哈 你是皇族 然後我開玩笑了 是嗎 男生在成長的過程當中啊 總是會不斷地在向父親的權威呢 有些時候會發起一些挑戰 這個很難免的 因為兩個人畢竟是兩個雄性動物在一起嘛 對 到了青春期的時候總是會有一些叛逆 會挑戰 會挑戰父親的權威 所以有些時候會跟父親的關係會交惡 會變得不那麼好 對 各自有做過挑戰自己父親權威 最嚴重的事情 是 被痛打的事情 我們從那個小師哥來 我在14歲的時候 就去打工 然後我父親就覺得 哇你14歲就想要去打工 然後後來直到開學第一天 就學校打來 那個林爸爸可不可以來學校一趟 你兒子無照駕駛 後來他發現我打工是為了買摩托車 買摩托車被計大過 留校查看 哇 這是很嚴重的事情 已經快被退學了 我自己想怎麼辦怎麼辦 然後站在那個學校的陽台 然後又起很大的霧 怎麼辦我不能念了怎麼辦 然後後來慢慢的慢慢的又幫學校做很多的事情 將功抵過去了 我大概17歲的時候 我父親當時有一個新的合夥人 所以為了改善他們的關係什麼的 他安排我帶他的兩個兒子去玩 所以當時他給我300塊家園 然後他告訴我 好你帶他們去披薩吧 但是他很嚴重的和我說 James千萬別帶他們去喝酒 哈哈哈哈 他的兩個兒子一個是15歲 一個是12歲 那你有喝酒嗎 當時其實我喝酒 明白了 把別的小孩帶壞 帶去哪裡喝酒 你乖 我帶他們去一個披薩餐廳 但是我 我開始買一點啤酒 然後也分給他們 然後三杯啤酒的時候 來感覺了 來感覺了 所以我就決定了 好我帶他們去一個夜店 哇 哇 哇 太朋友了 哇 哇 對所以結果我們喝到斷片 然後來到晚上11點 那時候最後一次我記得我在哪兒 在做什麼 然後我後來聽說過他們倆 我不知道他們去哪兒 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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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結果 因為這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一個事情 在加拿大 大一個15歲和12歲的男孩到一個夜店 但是下一天 他們倆的父親和母親 發現他們 在他們別墅 他們家的花園裡 他們就在地上 所以下一天 我的父親 我真的從來沒有看到過他 那麼生氣 那麼生氣 然後他讓我過去他合夥人的家 道歉 道歉 我相信 我相信我是在這裡 我做的調皮的事情 最生氣的一個人 然後呢 我有一次 是因為我爸長髮我而生氣的 我去了一個家旁邊的一個公園 找到了一個塑料車 然後把他 拿了這個塑料車的碎片 去砸了公園裡面的一些玻璃 這是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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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當時呢 你當時就是因為不認識詹姆 你問詹姆斯的話好很多 當你做完這個破壞活動 把他兩個朋友醉的擺在那邊 你好 我跟你說 我終於知道他為什麼每天 要到公司樓下去兩次健身房 他控制不住自己 他一定要去抓現一下 不然破壞辦公室 所以我覺得 Flair是最坑爹的孩子 我覺得這個話題 我是最有發揚權的 因為我現在正好是在過青春期 但是你們所有人已經過不了一樣年紀了 你應該很乖 我覺得你應該沒有上去 應該沒有上去 我有 然後大概有兩週的時間 我完全不聽我不行的話 可是不想你去睡覺 我去玩 可是不想你看電視 我去學習 這樣 然後當時 我爸就開始不跟我說話 然後我大概 過了兩週的時間我就很後悔 但是因為我那時候也是青春期 我不想給我爸道歉 然後我給他寫過一封信 給爸爸寫了要道歉的信 然後 這就是原版的 原版的 那你給爸爸寫的信 為什麼在你的身上 這是為了節目 你是要過來的 你是每天帶著走嗎 不是 每次爸爸就是對我生氣 他會把這封信拿出來給我看 Flair 你還記得嗎 你不能這樣 這教育特別好 你最不一樣的每次當方針 這種情況的時候 今天想 我可以用一千種道歉的方式 我為什麼要寫一封信給他 讓他每次可以拿出來 後悔了 不過我跟你們講講的是李好的 是我婆婆和我公公 哎呦 我婆婆和我公公說的 就是在李好青春期的時候 我們進入下一個 就是每學期 每學期到期末的時候 他們爸媽會收到很多電話 是學校附近的小賣部打來的說 你兒子欠了一個學期的錢 趕快來交一下 是因為李好每學期 都會在門口的小賣部奢獎 就各種奢獎 然後他爸媽就幫他還錢 但是我覺得這個其實也代表著好多的能力 那麼小就會融資和借貸啊 聽不懂他這是 對 但中國還有一句話叫做 大是親罵誰 你們小時候成長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被爸爸懲罰過 先問一下林志穎 沒有上過手 爸爸絕對不動手的 就是最嚴重的話都是 貴佛湯 在泰國我用一個非常小的棍子 很長很長 比如說你在學校 每個房間都有 在你家每個地方都有 我把它燒掉 燒掉 但是我母親說 沒事我還用 哈哈哈哈 啊 人生中 最就是害怕的一個 時刻一個瞬間是 我父親唯一打我臉的一次 然後那一次我十三歲的時候 我好幾次說出來 因為在 加拿大很多人是基督徒嘛 嗯 這個單詞你真的不應該說出來 所以到第三次我說出來了這個單詞 我的父親打了我的臉 我真的驚呆了那個瞬間裡 特別的害怕我的父親 但是那是唯一的一次 嗯 那後來你那一次帶著兩個小夥伴出去喝酒 泡夜店 最後讓我喝酒 他也沒有打沒有打 他怎麼懲罰你 他不讓我出門 這是最常見的一個一個懲罰 OK 其實在拉丁美洲的家長都特別有創意 在懲罰方面 創意 很有創意的 對啊 要是我們做錯事情了 會讓我們跪在豆子上面 啊 還有可樂瓶蓋 很多次那個玻璃瓶蓋 但是有點笑臉似鍛鍊的感覺 對 哈哈 他練舞 挺好的 然後去練舞吧 最後呢 要是你在拉丁美洲說髒話 嗯 就家長就會拿著一個辣椒醬 就放在你嘴上 哇 嘴上就會磨 那如果你喜歡吃辣椒醬的話 那感覺就 哇 哇 哇 有悲而敗 哦 哇 我可以穿一下嗎 可以啊 怎麼 我是要 我穿上去嘴上 你太刀了你啊 哈哈 刀了 刀是東北的話 哈哈 好吃啊 哈哈 你這有點 哈哈哈哈 有點似厚 那反應不是一下子 就是 我反正就給我塗 塗就塗完 啊 然後嘴就抖了 過了一段時間就會開始腫 然後腫了 那個 德國呢 我父親就經常拿他的那個拖鞋 就然後就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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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把你打成這樣一個 長長的臉 哈哈 哈哈 好指頭啊 好看嗎 我媽也是一樣 但是我媽不是會去打的 但是會去扔的 哦 而扔的特別準 嗯 就比如我就在跟我跟我弟弟就在在吵架 拉拉拉說說說說說就像一個 就慢動作就 是一個拖鞋 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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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小的时候 我有把他关在厕所里面 但是是玻璃的 透明的 一样限制他的形状 不算小黑屋 但是是有亮的 是亮的 要是做我的话我会 砸 直接打码头砸 要打码头 我看到布莱尔 我就想到大力水修了 彭亚 彭亚这边有没有特别的 我们一老 一边父母很少打孩子 但是老师会打孩子 父母都不打 老师怎么打 而且我们有个言语说 是什么 有道理 老师的打有玫瑰花 谁不被爱打 他长大之后会变成傻子 然后我们以前也有四处 所以打孩子的时候 一般是手掌和小腾 那孔子到底是韩国的 还是中国的 我不知道这是从哪出来的一个 胡说八道 然后 百分之九九九九九九九 以上的韩国人 都会知道孔子是中国人 所以我现在在这个场合 代表整个韩国 就鸣鸣说孔子是中国人 好 好 刚刚我们说了可能这个青春期的 这个父子之间的一些 其实我们在现场可以模拟一下 好 青春期的时候 有些时候就需要 父子之间斗智斗勇的 韩冰剑 你来表演这一段 跟彭宇把彭宇当儿子 暂时委屈一下 好吧 委屈你当爸爸 好 我这个善良好他那个便宜 我看你下 不要看 没有吧 看你下 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看 哈哈哈哈哈哈 好像新亮兵快发作了 哈哈哈哈 哇 这是 是你的名字吗 是我的 是你给我取的名字 哈哈哈哈 孩子 爸不是我啊 是我的妈 哦 你敢说我的妈长得不美 你要知道 在我们泰国 妈妈才是最做主的人 哈哈哈哈哈哈 你闭嘴 你等你妈过来 哈哈哈哈 你等你妈过来 我等我妈过来 我要告诉她 我说爸爸嫌弃你 她说你不美 说我长得像你 她不喜欢我 哈哈哈哈 我叫你妈过来 妈 你过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妈 你知道吗 你的儿子刚做什么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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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来 你快看 妈妈来了 站起来 等一下 我为什么觉得妈妈 比爸爸恐惧太多了 哈哈哈哈 哈哈 你用这个吧 这个是泰国传统的小棍子 哈哈哈哈哈哈 等一下 妈妈 这个其实是 我从 我从爸爸的收藏的里面 找出来她当年的诗卷 哈哈哈哈 爸爸 怎么是 哈哈哈哈 反应好快啊 不好意思 哇 太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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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 可能跟爸爸之间更多的是一种 抗衡和叛逆 但是我觉得现在各位都在中国 对自己父亲之前呢 可能也有一些改观或者是变化 所以大家能不能讲讲就是 现在这个阶段 跟父亲有什么样的 不一样的感觉 直到父亲离开的那一天吧 因为自己 就像我刚才说的嘛 出道的早 进演艺圈你想一拍戏 有时候可能 三个月半年 就离家 所以 直到 因为我 我们家 算是父亲第一个真正家人离开 就是比较亲近的那种家人离开 所以 没有想到这一天 会到来 而且是这么突然的 她觉得 啊 这 这真的会 有这一天 还真的完全感悟到 对 所以 还是要 多一点时间去 陪伴家人 我觉得陪伴是真的非常重要的 对 对 其实我觉得我个人的经历是 看到我父亲第一次流泪 然后当天我应该是十七岁 她进来我的卧室啊 是半夜 然后她开始哭 她告诉我 她的母亲刚刚出事了 然后她把她的肩 她的头放在我的肩膀上 她可能哭了 我不知道六十秒 九十秒的时间 但是 我的感觉是一个小时的时间 那是第一次 我真的感觉到了 她不是一个完美的 一个英雄或者什么的 她也是一个人 她有她的脆弱 对 而且那是第一次 我感觉到了 人生不是无限的 时间不是无限的 有一天 我也会看到我自己的父亲出世 所以真的是一个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真的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我就是刚才听詹姆斯 就是特别羡慕他 因为我爸爸正好相反 他现在也在中国工作 我是跟他常联系的 但我不知道他在哪个城市 他在做什么工作 他是因为觉得自己的事业 没有很成功 对自己儿子有点不好意思 没面子 所以你是可以理解爸爸的情绪 其实我无所谓 他在哪里 他在做什么工作 我都无所谓 对 他永远是我的爸爸 我永远是他的儿子 我希望像詹姆斯的爸爸一样 我可以借我的肩膀给他 你看寒冰 寒冰有些在哪一个阶段 然后对父亲的感受 一下子发生了改变呢 怎么说 怎么说 我刚听你们两个人讲 我真是要哭 但是我还没哭 因为我没有这个经验 我父母离婚 我父母离婚 但是他离婚那时候 我母亲还是回婚 然后我们根本没有什么联系 但是他来过我接两次 就是我六岁第一次见他 第一次见爸爸就是他喝醉 冷了后来到你接前面 好个闹 然后他再来一次 就 不知道他如何进到我们家里 也要我去喝醉 我这边又止 不要 不好意思 他用一巴掌的体验 爸 我不想打他个掌握 不过我有一天我有儿子 我有我的戏子 我肯定对他好 只是我肯定对他好 就是我自己对线 并不是别看我这样的 就是我恨堵我爸爸 不是 如果他有一天 没有人养他 就是什么 到我这我也愿意 不管现在我们的父亲在哪里 在做些什么 他的身边是在发生一些美好的事情 或者是不那么好的事情 那么作为孩子 如果用简短的几句话 就用镜头说给自己的父亲的话 你们想跟他说什么 我可以看你 是舞台人 我以前 我是很年轻的 你不在身上吗 我以前很年轻的 我现在很年轻的 是就像男人 但是我现在 是同样的 我今天也很年轻的 但是我今天很年轻的 不是家轻的 就是家轻的 我最终期待 你永远是我的 英雄 我的父亲 我永远是你的儿子 我永远会支持你 所以你累了 也不要自己累 爱你 爸 我好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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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个普通父亲 你很棒的父亲 你整个时候都在我 我生在高兴 你每周年我和我弟弟 都在高兴 我都在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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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没有什么 我都在高兴 我认为你 你是世界上最棒的一个父亲 我现在生活太完美了 所以真的很谢谢你 然后我一直特别想告诉你 你现在的这个体重实在太大了 你现在 这个不是我不在开玩笑 我很爱你 我希望为了你自己 为了你的老婆 为了我和我的妹妹 你可以减肥 因为这个是我一直不敢和你说的一个事情 但是我真的觉得是很重要 所以谢谢父亲 然后减肥 Hey Dad, how you doing? You're looking pretty horrible I mean It's like when I was young I remember when you were taking me to school You'd be like, come on son, hold my hand Whenever you reached out to hold me I would only give just a few tips of my hand 因为我愿意脱离 然后我说 很可恶的 我不喜欢你做的 但是 我只是让你知道 有些事情 最近的事 我女儿 有一次 我在跟她说话 当然她不懂 牵手这个概念 但是我感觉 她就是手伸出来 然后就要跟我牵手 然后我第一个反应 就是我抓住她 然后就那一刻 我就知道 就是一个父亲 和女儿或者儿子 就是牵手的这种感觉 真的是实际上 最完美的一件事情 爸 很多次 我们的关系很难 因为 我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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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游戏了 所以每次你叫你不回答 那是一段时间我们失去在一起 我心里不在你生日生日 我会给你任何事 任何事在这一刻 只能给你一个叫 让我回答 听到你的声音 我曾经在学习的艺术 我可以送给他们 你爸爸送给你的这个手表 然后你把这个手表送给我了 现在我每天都会戴 会看你的 我一直都会想你的 谢谢爸爸 我一直都会想你的 我一直都会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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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GCF 可以告诉你 我一直都会想你 我希望在后面我 couple就会伴他 谢谢 明信 知道 我们可以握手 没关系 我太爱了 所以非常感谢 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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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从韩东秀开始的 那是在这个地球的最东边 然后呢我们是在意大利的那种 很好听的秦荣父亲的歌声中 结束了这一块 我突然就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就有那样的一个人 从小的时候我们总是仰望着他 我们总是崇拜着他 我们觉得他无所不能 无所不会 就像我们的英雄 可是到了一个阶段我们突然发现 原来他没有那么神奇 他也许懂得还不如我多 然后我们开始跟他对抗 开始挑战他的权威 开始觉得如果可以比过他 我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可是当他真的离开的时候 我们学会那么那么的思念他 这个人其实一直会在我们心中 他一直会是我们的英雄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父亲 叫做爸爸 叫做父亲 他永远是我们的主持人 经过这场辩论 每一个人都很爱自己的爸爸 也想要从内心当中感谢和感激自己的父亲 所以也请天人机前的朋友 如果你们有什么困惑想要跟我们来分享的话 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来告诉我们 非常感谢今天来到世界青年书的第一位嘉宾 欢迎中国青年林志颖再次掌声感谢 也谢谢 PK11感谢大家 感谢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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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本栏目独家冠名商蘑菇街 感谢怡宝为本栏目提供饮用水支持 感谢温币权后经营防晒雨 谢谢您 欢迎登陆新浪微博参与世界青年说话题讨论 并参与投票您的观点电视长线 观看节目的同时 你可以登陆官方平台江苏网络的一台 和荔枝新闻客户端了解节目相关资讯 欢迎登陆新浪娱乐腾讯娱乐网易娱乐 凤凰娱乐中心网娱乐 关注节目的相关信息 同时手机用户可以登陆有态度的网易 新闻客户端 腾讯新闻客户端 凤凰新闻客户端 搜狐新闻客户端 街日头条 移动资讯软件 扎客 节目更多信息 请登陆手机百度和百度贴答来了解 感谢视频合作伙伴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优酷网 爱奇艺 乐视网TV的大力支持 美拍 请关注世界青年说 官方美拍 参与节目的话题活动 巫女拍 较为优伤 3 6 4 7 感谢观看